欢迎来到美厅 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 一,在别人转身的时候最明白 从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等到一招别人转身了 才恍然发现,是自己高估了自己的位置 有些你看得很重要的人 其实根本没拿你当回事 做人,不要高估了自己 摆好自己的位置 看清自己的价值 相处的才不会心累 也不会因为不被重视而伤心费神 二,人在跌倒的时候最明白 有些人看你跌倒了 立马和你划清界限 保持距离不再靠近 即便有求,也能无视 有些人就是这么心狠 在你风光的时候,称兄道弟 理所应当地享受你的帮助 在你低谷的时候,翻脸不认人 把你当作陌生人对待 有时候,人跌倒一次 其实真的可以看清 谁是真心为你好的人 谁是只说奉承话的人 看清了的人,也就清了 不要再看重,也别太当真 三,人在大病出狱的时候最明白 大病的时候,金钱,名利,权利 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不求了 只想着病赶紧好 收获健康,就是富有 平平安安,就是知足 所以啊,我们要善待家人 善待自己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志气 能包容尽量包容 我们身边的亲人都好好的 我们又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 就是看清他人,明白自己 人生百年,我们跌跌撞撞前行 很努力,很认真,很坚持 到底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家人开心 自己开心吗 以后啊,小事别往心里去 开心才是目的 聚散既然不由己 那就懂得珍惜 人生百年会过去 一定善待自己 订阅美听 每天分享国学智慧